欢迎收看10月29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嘉迅 首先来关注马股走势 投资者本来就抱着观望情绪 但在预算案公布将会增收繁荣税之后 大蓝筹进一步受到冲击 令富时综合指数在10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走跌 全天下滑4.55点 收报在1562.31点 汇率方面 在预算案后积极情绪推动底下 马肥兑美元进去走高至4.1390令吉 总结10月份 马股还是因为外资回归 加上财案前涨潮效益 整个月上涨24.51点或1.59% 接着有企业BLACK&WET的单元 政府今天宣布了史上最大手笔的3321令吉规模预算 在开销节节升高之际 政府收入是预期只有2341令吉 以致至依旧高之6% 高于不少经济学家的预期 华侨银行经济学家黄敬廷就说 政府估计石油税收将会多达439亿令吉 当中超过一半是国家石油Betronas发放的股息 整体来说 石油税收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虽然已经从2021年预算案的19.2% 减少到2022年预算案的18.8% 但依然远远高于2016年的13.2% 对此黄敬廷认为 虽然政府想要减少依赖石油 但这显然并不容易 实际上2021年初 石油收入原本预期只有378亿令吉 后来在要求国油贡献更多股息下 这笔收入一口气膨胀到425亿令吉 而当国际油价上涨时 这种做法固然有其可取之处 但万一油价掉头回落 大马财政就会面对沉重压力 因此政府显然有必要寻求更稳定的收入来源 换个焦点 财政部长东郭塞弗鲁今天宣布 向高收入的公司征收一次性的繁荣税 在此税收下 公司的首1亿令吉收入将被征收24%的税率 1亿令吉过后的收入则是征收33%的税率 这对于盈利可观的银行业来说 显然是一大坏消息 其实早在新措施发布之前 市场就已经传出风声 以致银行股今天哀红遍业 其中龙头大哥马银行Maybank下跌6仙至8令吉05仙 而跌得最惨的两家则是新业银行以及丰隆银行 闭市时新业走跌10仙至5令吉58仙 丰隆银行以下挫8仙至18令吉82仙 而在众多银行股当中 唯独安联银行独善其身 微起1仙至2令吉75仙 大马近年来不遗余力发展电动车 财长今天在国会提成裁案时 就针对纯电动车EV发展政策提供了具体说明 其中还以税务优惠为主 政府建议在明年为本地的EV提供全额的进口税 国内税和销售税豁免 此外就连后世的汽车路税也一样豁免 这也意味着到时候购买EV将完全不用赴税 此外财长也强调 购买安装和租用EV充电桩的人士 也可以享有高达2500令吉的个人所得税回扣 这虽然只是建议 但如果此政策最后真的落实 以B&W iX3在西马半岛 以及免税的福洛交易地区价格表来做比较 入门的iX3 Inspiring在西马半岛的价格 将会是31万7千令吉 而在福洛交易的价格则是27万令吉 新闻结束之前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